我是北七 北七十萬 歪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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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車馬特準備前往瑞士少女風的前哨站 格陵德瓦 你想要住在遊學的地方 可是你這樣每天就要蠶雪 媽媽要戴她老花眼鏡看風景 是近視眼鏡喔 我突然是誤會了 好厲害 偷了一堆行李箱上山 我姐超強 拿兩個大行李箱 我又到了 大家好我是白痴公爵Agent屈屈王妹蘋果 吃一家人來到了格陵德瓦鎮 這個城鎮有離我們超近的山脈 眼前近在咀嚓的艾格峰山脈氣勢磅 正在拍照的老姐 在想風景的老母 現在有點大 其實在雪地上面還是要戴一下太陽眼鏡 不然點車反射完全看不到畫面 我一直瘋狂的打噴嚏 太陽噴嚏人 媽媽那個就是少女風嗎 在山下做超了婦人 阿鐵剛剛有沒有拍的照片 我覺得媽媽不太適合我可能很劣情 謝謝 要走一圈 媽媽走超緊韻 因為剛剛我媽太會脫了我就碎念她一下 然後她就很怕會耽誤後面的身體 走超快她已經到對面了 也因為格陵德華是瑞士少女風的前校站 許多要上山或是滑雪的旅客 通常都會先在這裡住一晚 這樣隔天搭火車上山又會比較方便 好熱好熱室內超熱 但是我已經有付一度了 所以我都已經把我的回婆跟毛帽都拿下來 還有外套超多人的 現在要吃高山正能藥 因為少女風海拔太高 其實前兩天的馬特洪峰我們都沒有吃高山正能藥 然後我跟我姊就非常的喘 但因為少女風不太確定 因為擔心她空氣會很稀薄 所以我跟我姊還是決定 十三分之一顆高山正能藥 但她其實成分是威爾高 終於逼迫我媽吃高山正能藥 高山正很嚴重的話 甚至是會說客人 但因為我們也沒有上去過那麼高的高餐 建議還是吃一下會比較保險 而且雪超厚的 一定還是要把它鏟開 下車 真的也要轉另外一班車 其實超多人的 然後還有賣一些食物 我剛剛一度在車上 空氣非常的激薄 我快沒辦法呼吸了 一直用嘴巴在呼吸 因為缺癢關係 整個列車太密不透風了 怎麼回事 現在在少女風的紅色列車上 要前往更高海拔 但因為車上 實在是空氣太稀薄了 我非常的不舒服 少女風登山鐵道 有四分之三左右的路段 是在冰河底下隧道岩壁裡透過 途中會經過 艾格峰及森呂峰的山壁 會停靠幾分鐘 讓遊客下去拍照 如果對於高山空氣 不是那麼適應的人 也可以藉此機會調整一下 怎麼可能因為我覺得 呼吸很困難 太快了 我超不舒服 B3 到了 你拿這個少女風的護照 你就可以來這邊做紀念 少女風護照有硬硬了 瑞士必買了頭號伴手禮 瑞士連巧克力 這裡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巧克力店 笑一個 可以笑一個 媽媽好可怕 怎麼會這樣子 媽媽還在跑 天啊 現在就是一度覺得有點不太舒服 呼吸有點小困難 所以想說先坐下來休息一下 我覺得很喘很喘 上來了 少女風的平均氣溫是零下7.9度 看山下天氣不錯 沒想到外頭一陣冷搜且霧茫茫耶 因此吃一家只看到了以為是少女風 但其實是少女風的山風且合照道 1 2 3 其實我想先跟大家說一下 在高海拔的地區盡量不要太興奮 或者是有跑跳的行為 會很容易有高山症的反應 現在呢在等遊客們輪流在跟國旗合照 跟大家提醒一下 山上還是要穿雪靴 不要溫度太漂亮 有危險一定會滑倒 少女風其實就在另一側與少女風對望 也就是瑞士國旗後方的位置 就是少女風啦 怪不得我想說 為何國旗要和剛剛的山風放反方下 沒錯 霧茫茫的影片什麼都看不到 但好不容易上陣 還是要跟國旗合影 裡面有冰雕 這裡是少女風的冰宮 全部都是冰 S 而少女風的冰宮是直接流進少女風的冰河中開著而成 雖然少女風最大的賣點當然是近距離看山風啊 但萬一如果天氣不好烏茫茫的一片 去晴天剛拍照也是一樣的感覺 所以就算外面天氣不好 也是可以進來看看這些人工設施呢 冰犬喜悅的松鼠怎麼會在這邊 哈哈哈哈 好可愛喔 這裡面 張標本 這個票是上少女風的票 然後我們是在山下就可以兌換的 可以拿這張票去其他的城鎮 那可以有一天上少女風工頂的免費券 慕名拿到了一斤巧克力 反正少女風上雖然很冷 但你只要不要走到戶外區 車廂和觀景台其實都是有暖氣的 我覺得反倒是高山症的症狀比較麻煩 剛剛真的是非常的不舒服 其實都沒有拍 心跳一直很快很快很快 其他乘客也非常的安靜 大家都很累 然後甚至他們也有很明顯的 很不舒服的狀況 少女風的末班車是四點多就不舒服 好的終於要下山了 整個這樣子看完 真的覺得說哇 會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但你以為會很訝異說 這麼高的山上竟然可以在一百年前 坐一條這麼長又這麼高的鐵路 讓大家可以上來 以前的人的貢獻其實是非常偉大 不曉得以前的有高山症他們該怎麼辦 現在可以吃油 讓他們以前他們怎麼克服 少女風下的夢幻車站 小夏代客站車站 這天剛好也是遇到 當地一年一度的盛世 Snow Pan Air 也就是少女風上的雪地春大啦 205年鄧子綺又來此開唱過 真不簡單 高海拔很喘耶 很多人就會爬到雪山上面看演唱會 有在這個少女風的歐洲物極上 還舉辦過網球賽 足球賽 籃球賽 和百米賽跑耶 好的我們終於準備要下山了 這邊要準備轉車 然後剛剛在山上的時候 有買最有名的瑞士蓮巧克力 呼籲大家一定要帶環保袋 雅雯基金會的環保袋 就剛剛在瑞士蓮巧克力那邊結帳的時候 櫃台的大哥還說 我們非常的環保 他說通常沒有人會帶環保袋上山 而且很訝異是我們竟然在山上的巧克力 花了一百六十幾瑞士法郎 等於台幣五千多塊 好可怕 哎唷就想要分給青門好友吃嘛 就是這樣 今天跟吃媽跟吃姐 其實已經快要中午了 後面的雲非常的厚 我們準備要上山搭纜車 上山囉 這是我們住的城鎮格林德魯 美美美 美美 美美 你看這個是另外一家 這裡是FIRST 其實天氣好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滑牆翔翼 跟另外兩條路是可以去天空步道 跟看藍湖 感覺沒有人趕過過去 裡面整個霧茫茫的 可以帶鎖上來鎖 這太沒水準了 竟然在石頭上面簽名 這怎麼走啊 因為我們來旅遊的時間不是旺季 但五六月天氣更好的時候 可以來FIRST 體驗高空飛鎖 和FIRST飛鷹 享受背雲包覆的感覺 雖然我覺得現在走這條路 我已經感受到了 好高喔 超級高喔 其實我不敢往下看 媽媽也沒有居高震嗎 沒有啊 完全都沒有 你敢往下看 那裡就是天空步道 但是因為現在霧氣跟雲都太厚了 所以能見度非常的低 但我覺得幸好能見度非常的低 我們才有勇氣走上來 沒錯 這是兩天前吃媽媽 在看格林德爾瓦小鎮 唯一的一間中餐廳 媽媽她在這邊看菜單 今天一碗白飯要多少錢 60 台幣60 好的來到瑞士第六天 可是我們稍微對於歐洲料理 有點吃膩了 我們非常想念中餐廳 你們是不是有點懷念 古色古香 連菜單都是中文字幕 那你媽媽你有想念吃飯嗎 有 好想吃飯 我也是我剛剛特地點了一個 豬肉炒飯 是一對夫妻開的廚師 這是一個爸爸 這是一個爸爸 服務生兼 收餐盤的兼點菜的兼結帳的媽媽 我發現剛剛那個媽媽完全沒有停下來過 在這邊吃的有滿多外國人的西方臉孔 但好像看的都是比較像阿伯阿嬤那一類的 人家比較願意試試看中餐料理 我去香港吃牛肉粥的味道 因為它這好像是廣東人開的餐廳 廣東貝 好好吃喔 那個鹽巴那個味塑的感覺 然後就沒有看到這個味道 媽媽每天都要吃漢堡 現在還是馬鈴薯 剛剛外國人看到我們在吃炒飯 他們覺得好像很好吃 還問我們說是哪一個餐點 今天我們吃了600塊的炒飯 這邊的物料本來就是圖片也比較高 其實食材跟物料成本就非常的高 但我覺得這幾天可以吃到自己熟悉的味道 我覺得非常的值得 好吃 我們第一次玩食 哥林德華的最後一晚 在有山景環繞的飯店下 度過入學美好的時光 老人家在山面前運動 坐篩圈有篩圈脖子 你牛屁股牛牛 早睡早起 哈囉 我們的查票原來驗票 其實驗票都還蠻齊的 每一段的車子都沒有像台灣一樣 分區間車自強化 他們的票價都是一樣的 除非也是有分倉等 比如說我們現在坐的是 1號倉跟2號倉的倉等 價錢就會不一樣 1號倉的可能座位就會比較大 2號倉就稍微小一點點 這邊還可以充電 而且很妙的是他們車站啊 都沒有所謂的閘口 可以逼逼的地方 因為他們很守規矩 都會自己買票 也不會逃票 而且聽說你是外國人的話 逃票被查到的話 可是會有紀錄 你連身都會有一個汙點就是 你逃票 柳生是瑞士中部的一個大城鎮 緊頂著柳生湖 宜山傍水的柳生鎮 真是一個美麗的小鎮 而柳生最有名的景點 就是中古世紀的卡貝爾古橋 乖乖乖 太舒服了 這也是我的地盤 有有有 而卡貝爾古橋是一座 很跨羅伊斯河的木橋 建造於1333年 穿上年紀已經600多歲了 為歐洲最古老的人形木橋 不過1993年的一場大火 燒毀了整座橋樑 與橋上的大部分畫作 目前橋是按照原貌重建的模樣 而橋上的畫作描繪了瑞士的歷史 與古世紀的生活情況 非常值得欣賞 兩盤就是有一些建築物跟河岸可以看 可以來這邊感受一下千年的木橋 這座塔呢 是以前是拿來官犯人用的 水中之監獄 這是紀念18世紀末 與法國巴黎戰鬥的瑞士雇傭兵 而他們當中只有少數生還 終於跟吃媽和吃姐的瑞士火車旅遊 就在這邊告一段落了 好累喔 我覺得很累是帶吃媽心很累 但整體來說 搭火車旅遊在瑞士其實是一個非常方便的事情 因為它的車站的標示也非常的清楚 火車時刻表呢 其實下載他們的app也會有標示 比如說你轉車到哪裡哪個月才轉車 它都會寫得很清楚 所以目前為止我覺得自由行 好像也沒什麼問題有接 姐姐很照 但我有幫到你吧 有 幫行李的部分 因為我們三個人 總共三個人 28吋的行李箱 跟一個小的20吋的登機箱 但因為我們是搭瑞士航空轉機過來 它的經濟艙的公斤數只有2、3公斤 因為我們帶了很壞套 因為這邊其實會冷 只是出發前 在桃園經常娘娘娘的公斤數 大概也有18、19、20公斤 所以我們真的就是 只買一點點的紀念品回來了 一點點 好啦就是這樣 那如果喜歡吃車影片 記得來看個十遍 訂閱頻道按讚粉絲團 最重要的區底下留言分享喔 如果還想看 吃吃漢吃嗎 漢吃姐的奇怪的旅途 那也可以歡迎在下方留言喔 那前提是也要我們有錢有錢 有時間 才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就這樣 掰掰 剪片地獄 哇你真的太熟了吧 好的我們準備要回車了 然後我們現在在梳理市車站 在機場站的前一站這邊 它有像這樣這麼多 可以寄放行李的地方 你就可以投零錢或者是刷卡 然後大型的行李大概像這樣那麼大 插插也揉 左邊這邊呢 我跟我姐各放了一個28吋的行李 這邊也是放了一個28吋跟20吋的小燈機箱 顯示綠色的燈就是可以寄放 紅色就是可以被鎖上的 然後插插也揉空間大概像這樣 這麼大 掃一下 好打開了